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3月18日星期四的接近中午时间 今次有个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 伊德台仰 大家好 好 马来西亚的全能战士大马sir 马来根 各位朋友 小白红社长 纽西兰的Raymond Wong 喂 大家好 好了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芹香煲晒冷气3》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集我们回到来说一些过瘾东西 大家都喜欢去购买东西 现在19的问题下 大家都是 出门买东西都可能要有点小心 或者可能在网上去买东西都会多 有时候现在都很喜欢看网红大货 有些什么货带呢 之前有很多 又有什么很吸引的 一元四两花菇 白盒 又说什么蛋卷 甚至乎不同的东西也有 甚至乎有些禁品 这个听到我都很嘩然 还有我非常非常非常不鼓励人去吃的 就是叫做法菜 他竟然说是蒙古来的 法菜 中国其实2020年已经禁锁了发菜 禁锁了21年的东西 竟然拿出来买 还说是内蒙古 如果你还要是因为说 我为了好意头呢 就要去吃法菜这样破坏环境呢 这些简直是更加过分过分过分 相当之是残害了地球的资源 这里听见都令人发指 不是发菜 我们的发指 大家都知道 喜欢看网红去带货 我们没有人带货的 有些人带货越带就越夸张 带了些禁品出来 是啊 香港Instagram有个网红 车头灯对车头灯很大 很有优势 他就有带货的优势 通常车头灯大的人 做什么都有优势 做什么都有优势 非常好 拍什么视频都有优势 他就卖一种叫做懒人减肥神器 写着 不用做运动 不用折食 不受胸的 他说保证每个月可以减3到10公斤 他说他自己百分百亲身试食过 哦 那个神器就是一粒金色的胶囊 他就叫他做金仔 那卫生署呢 其实就在今个月的9号就公布 叫金仔的减肥药呢 就含有这么弱的 哦 这样 要说回一点点 我对于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 例如你要给这些声称有这些功效的 这些这样的东西 这些这样的产品 例如屈人指和千零这些去卖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相当多的检测的 什么重金属也好 什么这样那样 有没有金药成份也好 一定要做到足够 但是还要你定期要去抽检 一定是怎么样的 要不然都相当之大事 因为他们自己都要 那个过滤程度要极高才行 刚才所说的 你为什么能够可以 这个世界没有捷径的 你能够要这样去不运动啊 不成啊 要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 一定是要令你减低你的食欲 那减低你的食欲的情况底下 其实就会影响了你那个情绪也好 所以刚才所说的 会出现那些什么 口干啊 头晕啊 手震啊 就是这样的 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减肥的东西之后 是会手震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些其实很 吃了之后 你发觉自己会手震 真的快就不好吃 这些千万不可以乱买的就是 因为为什么这个屈人子 和这个千零 可以做到这么久 和你在它买东西有信心 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它告诉你它有吃 但是其实又没有呢 就算了 很多这些产品的代言人 很多自己都没有吃的 这些大马sir做开这些广告 都知道的了 找它回来做代言人的 叫做代言嘛 是不是 不是代食 不是吃给你看 笑死鬼 社长这个 这么瘋的 还有什么厉害在里面呢 这个网红 这个网红它买这些东西 其实那个副作用很强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全世界呢 大部分地方都禁锁了这个东西 那我们不会讲这个药名的 因为呢 就是 这样是不合规的 那我们不会讲的 嗯嗯 但是呢 就是大家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 看到别人买一些丸状物 就是好像萧若丸那样呢 嗯 那就尽量不要听那些网红说 是 这个很危险啊 就是 就是 一个大车头灯的萧若丸那样 哈哈哈哈 还有呢 还有一个 软文安 是不是 喂 不是吃完那么安乐啊 大哥 好像有危险啊 不是那么平安 不是那么文安 听到 听到 好像 听闻是很平安 但是吃下去就不行了 哈哈 但是吃了 所以我很难兵啊 因为这个 这个 副作用呢 是很严重的 就是 超过百分之十的人 吃了这种东西呢 是会有心臟出问题的 哇 哎呀 真是这么雅烟啊 是啊 这根据 就是一些数据 我们讲一些数据的 都是 还有 有一部分的人 一吃了之后呢 血压是飙升的 是慢慢的飙升的 是 是 严重起来 副作用 是比打疫苗更严重的 它是会 令到别人 喂 吃了之后 喂 你喂减肥就不要吃这些 还有会 还会 哈哈哈 是吗 哦 说起这些呢 有一些软 这些叫做减肥 我们正经的 正经的 这么说 好几年前 有些叫封空丸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 这个刚才说的 车灯很厉害的 那个呢 它其实应该卖这些 会不会好一些呢 是吧 我可以说一些趣事 以前有某间公司 那个朋友 告诉我 我们借这位 说一些趣事 减肥可以这样 如果封空是怎样呢 它会有一些 产品的查询热线的嘛 会叮叮叮 这样打来 喂 我有这个产品问题 挺过癮的 有些女性 她打到来的时候 她都会 接听那个 刚好都这么巧 可能本来走开了 在一个男同事去接听 她都会照问她的 嗯 那她会问你 吃一盒呢 大概会大多少 还是怎样的 那可能那个男同事 就会说 因人疑疑 那她说 因为如果那盒食 就写着 就是这样的 吃完之后 如果假如 你配合一些按摩的动作 就会 封空的效果 会更加快 更加好 还是怎样的 没错 就是 但是记住要平均 还是怎样的 就是你不能一边有 按摩 但是一边没有 那这样的 那试过有个女性 打来 很搞笑 她说 那被她男朋友插呢 她怎样的 按摩 那她打来就问 哎呀 糟了 那我被我男朋友插完 那会怎样的 没有了 那就更加大 那她 那个标准答案 咦 一人疑疑的 这个也对 这个也对 全部都是一人疑疑的 一人疑疑 你不懂回答的时候 一人疑疑 就是这样的 那等于 一天吃一粒 可以减多少 一人疑疑的 就是这样的 哈哈 那还有 刚才说回一些副作用 除了癫痘之外 还有 会 一边 人的一边是坦了 会势力以上 是啊 就是这些 副作用比较少见一些 但是很大事 心律不整 精神情绪 变化得很厉害 譬如 就是好像 《家有喜事》里面 周星驰被一只鵪鸢蛋 打穿了那个脑筋之后 发生那个 什么丧心病狂 无定向 密擦症 哈哈 那会怎么样呢 就会突然之间 兴奋 然后躁动 精神错乱 嘴喪 还有会有 以撒这些罕见想法的 就是吃这个减肥药 竟然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为什么听到这么似呢 周星驰他在街上起事第一集 中了那个无定向喪心病狂症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是兴奋 是吧 然后突然又说什么很伤心 有什么有什么倾向 哈哈哈哈 是吧 我也是这么说 所以就是说很似的 就是说 他这个减肥药 竟然会这样 还有 就是这种东西 已经是 根本上 差不多全世界都是这么弱 现在 哦 基本上是这么弱 全世界都 在美国都禁销了 已经不准卖了 那当然 就是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些人是 买得到这些东西呢 就是因为有些黑药厂 那些黑药厂呢 就当然没理由说 整个黑药丸卖给你的 他当然是说自己是金药丸 所以包装是金色 就不会整个黑给你的 是吧 就是 你怎么走的黑路 不会说那条路是黑路来的 一定是说 哇前路好 光明 黄金铺在路上的 喝你汁 你一信 马上就行 所以现在 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 在美国呢 他还是会找到这些产品的 但是呢 他就滲了到那些中药那些 茶包那里 那其实就 这些问题很严重 所以 大家是要很小心的 千万不要乱叉买减肥药 吃 就是现在医生是可以开到减肥药给大家的 是有的 但是你一定要问医生开 医生开呢 也都不会开这一只禁药 现在这些禁药呢 就变成了大车头灯的 网红做消弱员的 其他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是 那大家小心啦 其实 就是 当然有报道呢 就说有人买了 这一只这样的药 还放在 格子店里卖 那就非常过分了 就是放在旺角的格子店里卖 那里卖 而且还有在内地 也都有人卖的 那淘宝呢 就 什么叫做 天使金 就是这么说 哦 就是很坦白说千万不要制啊 这些 哇 买些这样 这样都可以啊 是啊 那根据香港的法律先 要说一说 当然要说清楚 根据药剂业和毒药条例 第138章 非法售卖和管有被经注册 药剂制品 或者第一步毒药 军属刑事罪行 每项罪行 最高罚款 是 10万 和监禁两年 那么 药剂师是说 这种药呢 会令到人家血压上升的 严重是会导致中风或者心肌梗失 同时出现心律不正 有致命的风险 所以切勿轻信 车头灯 较大的网红 因为买了都不方便是好事的 千万不要被车头灯蒙蔽了 你的判断力 这节目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讲其他话题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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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字幕为ZZM 继续